如果李皮率领这支国家队能够打进俄罗斯世界杯 从今以后我就不碰其余了 以往中国足球并不是没有水平 而是我们发挥不出来 李皮呢他最大的特点来了以后 最大的体现其常数就在于 把整个国家足球队的这种精神层面 这次的概念解开了 中国足球并不会说因为一场胜了韩国 就甩掉了落后的帽 我们和这个包括伊朗和韩国和日本相比 还是有差点 打伊朗平的可能性有 但输的可能性大 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中国足协聘请李皮担任国家队的总教练来讲 也不是说即使让李皮能够 快点支持国家队起死回生 能够惊天大逆转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甚至于我现在可以打准 如果李皮担任这些国家队 能够打进俄罗斯世界杯 从今以后我就不问题了 林氏平客户端全新上线